全油管最快新闻 加沙停火谈判延长一天 加沙地带的战争已至4万多人死亡 人们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一处空地挖掘坟墓 加沙地带停火的谈判人员星期五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再次会面 以期达成一项加沙停火协议 本轮谈判于星期四开始 星期五进行第二天的谈判 以军继续对加沙发动攻击 星期四晚空袭加沙北部贾巴利亚的移动民宅 造成至少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以军早前也袭击了南部城市拉法和汉尤尼斯的目标 加沙卫生部官员说 以哈持续10个月的战争至今已导致4万人死亡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对这一严峻的里程碑表示遗憾 并指责以军违反战争规则 造成加沙死亡人数飙升 英国外长拉米星期四警告 中东局势有失控风险 他将同法国外长塞罗尔内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希望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一新闻突出地展现了加沙停火谈判的进展情况 以及冲突对民众的巨大影响 英国外长拉米的呼吁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关注此事 并试图采取措施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 它可能将成为加沙停火谈判的一个里程碑 希望能够带来一个新的和平时期